1月7月,林依晨化身冬季美发女神,担任四个护肤品牌代言人,首次突破不为低温穿着静感露出美背,更于二层高楼美发体验屋博明演出一跃而下,为时尚最顶级的高空美发体验屋揭开序幕。 今日从二层高空落下,虽然网络心里下凡,但林依晨坦诚当时真的很紧张,问杰森穿床礼服一跃而下,会不会怕曝光?林依晨表示防护措施很完善。 说到前不久代言的游戏造型,是否会担心拿来与宅男女神做对比时,林依晨表示,自己的虎女造型更注重内涵。 本来我的那个属性就是比较,比较怎么讲呢,就狐狸变成的女孩啦,所以她并不是刻意有卖什么特别的,就是有特别的点,所以她主要是她的忠诚跟愿意陪主人去打天下的那种状态。